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曲 那今天來跟大家教學一下怎麼使用這個 天堂R的內建PSS輔助系統 來設定一些自動回春買水啊 然後自動走到這個掛機點的一些設定齁 那我們先從最簡單的這個BUFF設定來講齁 那這邊就是放變身嘛 然後娃娃 然後如果說你掛的地方會有中毒的怪 譬如說像這個人型殭屍啊食屍鬼啊 那你就可以放解毒藥水 那這邊BUFF設定的話呢 這幾個格子就是放這些東西齁 湧水 湧水綠水 經驗藥水 龍鑽 然後還有戰鬥捲跟牛排跟雞湯 那牛排跟雞湯它是可以共存的齁 蠻建議說雞湯一定要吃的 因為雞湯的話它是有加4%的這個經驗值齁 差蠻多的 另外牛排有人反應到說它 沒有辦法自動吃到4階的問題齁 那除了把這個牛 不是牛排 你把這個龍鑽啊 你把這個龍鑽放在這邊呢 你要Ctrl加釘 然後把這個 這邊龍之鑽石自動使用打開齁 另外要開到這個4階段齁 它就會自動吃了 接下來看戰鬥的部分齁 戰鬥的部分 攻擊技能這邊它會自動放齁 那 不是每個職業都需要啦 如果說龍騎的話這邊可能要放屠宰者 那我是劍士嘛 所以我不需要放這個東西 那我也不需要設定什麼攻擊技能 反正就砍到底 那再來的話一般攻擊打開 然後探索範圍通常都是射 20步射最大 那這第三個友善狩獵就是 就是類似禮貌模式的意思啦 看你要不要貼怪 那這邊 這個任務優先啊 先攻優先 這個看你要不要開 然後再來嘗試簡訊道具 就選道具優先這樣 那接下來是 這個回家的部分 我設定返回條件是寫20%以下 還有重量負重超過83%以上 那還有這個 洪水歸零的時候 回家 那你其實這邊也可以放說 變捲沒了啊 或者是像 這個泳水沒了啊 綠水沒了 你都可以把它放上來 那這邊隨機傳動條件 就是那個 沒怪的時候瞬移啊 或者是被打的時候瞬移啊 這個設定 那這個血量的話 我是設30%以下 白瞬 那20%以下是回家 然後這個飛戰鬥5秒 10秒 看你要怎麼設定 我是 我是設定 通常都是設定10秒啦 但是我們示範的話 用5秒好了 這樣比較快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有沒有用 這5秒沒怪打的話 你就直接飛 然後另外這個多數對手 就是超過 6個敵人打你的時候 就會瞬移 那這個是3個 然後還有9個的 我自己是設定6個啦 看你掛了點而定 如果強度比較高的話 你就設定3個 強度比較弱的話 你也可以設定到9個 那再來的話就是 被玩家PVP 就是瞬移 白瞬 除非他可以一套帶走你啊 不然的話應該都不太會死啊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設定就是這個 獲得的道具齁 譬如說你掛的地方 很容易會掉一些這個 金屬盔甲啊 皮夾啊 或者像這個水晶盔甲啊 這種高重量的 會讓你負重 佔很多的這種裝備的話 你可以增上到帶龍解劑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它就會自動把它龍解掉 非常的方便 那再來我們看道具的部分齁 你除了剛剛龍解的設定以外 你也可以設定 把獲得的所有道具放入倉庫 但是我是設龍解啊 因為我怕我在戰鬥的時候 超過負重83%又跑回村了 而且龍解也是有那個 魔法結晶體也是不錯啊 對 所以如果 離開太久啊 睡覺什麼的 我會選擇就是 把它溶解掉 那再來的話就是 回村補的東西齁 它會尋找倉庫跟 商城去購買 然後登錄的道具呢 比指定的個數少的時候呢 譬如說你洪水喝完 它就會補到 我設定750嘛 它就會補到滿這樣子 那另外呢 它有這個購買跟 沒有購買嘛 沒有購買的話 它就是從這個倉庫淋 譬如說葡萄汁 就是 像我們這個 買那個箱子送的那個葡萄汁啊 這個 這個你可以先開好 放在倉庫 然後把葡萄汁拉上來這邊 然後不要勾購買 它就會自動去淋 這樣也是可以 那 如果是購買的話 就是要雜貨商有賣的東西 就像 日常用品齁 紅水啊 便捲啊 綠水 泳水 牛排跟雞湯 還有 順捲 回家捲軸 跟這個 解毒藥水 還有這個龍解劑 那我怕會打到東西嘛 那這個東西 要怎麼設定數量齁 其實就看 看大家自己 齁 就是這個沒有一定的 要看你可以掛多久 好接下來我們看最重要的路徑 等一下齁 我們先看主要的部分齁 其實你都設定完之後 這邊會全部都亮綠燈啊 就代表你設定的OK 另外呢 出發前領取村莊BUFF 這邊要打開齁 就是它會有一個加魔法的商人嘛 加什麼體魄通暢那些 這個要把它打開 然後再來的話 角色死亡一次我會設定 就是掛機停止 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看路徑齁 我們先 舉個例子齁 呃 比如說啦 我們要掛這個 古丁地間二樓 比如說要掛古丁地間二樓 好了 那你這邊設定的回村的地方 一定要設 這個跟它剛好的 比如說呢 呃 你今天要掛這個 歐瑞 雪碧 那你下面就要掛 你就要放歐瑞村 是回家的地方就要放歐瑞村 那你要掛火龍窟 你後面這邊就是 要設定這個 威盾村莊 不然它會浪費錢去船師 就是船來船去也很浪費錢 那如果你要掛 風龍窒息地的話呢 那你就是下面要放雅丁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掛的地方回家是哪裡的話 你就實際飛一次 然後按迴捲 就知道那個地方是哪裡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 先 測試古丁地間二樓 那 就按 開始 那我們剛剛都已經設定好了 那它就會自己 先飛在古丁 然後先看一下倉庫齁 然後再去這個雜貨商那邊 把你剛剛 設定回家 要購買的東西買完這樣 這個古丁的這個雜貨商比較遠一點 而且它買的速度神快 大概一秒 不到一秒就買完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水已經補滿了 然後它過來這邊它會自動加魔法 我現在都沒有動 然後它自己會飛來這個古丁地間 然後飛過去 那這邊我剛有設定五秒 沒怪的話就飛嘛 就白順 它這邊 五秒沒怪就會自動白順 古丁二樓的怪 我覺得算是偏弱啦 防有一百應該都可以掛 那這邊的話 就是記得要帶一下解毒藥水 它自己打 不過現在人有點多 可能五秒沒怪 它就是在自己飛這樣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像它用它內建推薦的煉弓 煉弓點 像它這個推薦的有沒有 它這邊的話會消耗鑄順 我們剛剛鑄順是十張 那它剛剛飛來古丁 除了這個傳送的費用以外 它還會消耗鑄順 那要怎麼樣不消耗鑄順呢 就是你要自己去設定這個路徑 那這邊的話 先暫停 我們來 教大家怎麼設定路徑 那設定路徑首先你一定是要在這個 你一定要走到這個倉庫旁邊才可以 一定要走在倉庫旁邊 好來倉庫旁邊之後呢 打開 然後按路徑這邊 你可以先 這邊有講到說 你一定要在倉庫周圍使用 你最多可以存十個路徑 那我們這邊 先輸入一個 預儲存的路徑 那我古丁二樓的嘛 古丁二樓 好現在開始錄製了 那你就開始走 走來傳屍 然後選擇 古丁地間 然後選擇二樓 按停止錄製 完成錄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按儲存 好那你剛剛這個 這個路徑就已經存好了 那我們現在回存 那可以看一下現在鑄順是九張喔 那我們按開始 他會先跑去那個補水 即使是你少了一罐他也會去補 然後這邊再加一次魔法 然後這邊再加一次魔法 就是在去掛機前就會再加一次魔法 好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欸 欸 欸我剛剛是用 我剛剛沒有用到這個路徑啦 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改一下 改這個路徑 這邊我們改這個路徑之後呢 按開始 儲存 現在應該是吧 對這個路徑 我們設定這個路徑之後呢 他就不會再花到鑄順錢了 我剛剛想說怎麼鑄順還是一樣多 怎麼鑄順怎麼少一張啊 然後這邊跑過來加魔法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路徑是從倉庫開始走嘛 所以他會先走來倉庫這邊 然後再點傳送師 然後再過來這個二樓齁 那我們這邊再看一下 等一下怎麼自己跑去一樓啊 所以這邊的話 反正這邊就是齁 祝順就不會減少啦 就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 還有 呃 來教大家用一下齁 比如說掛奧塔的話齁 怎麼弄 我們先把這個角色弄去雅丁 因為奧塔是雅丁嘛對不對 那一樣是先走到這個 旁邊齁 因為正常來說齁 你如果說你用內建的啊 你用內建的這個地方 你選奧曼之塔二樓 然後 這邊選雅丁嘛 要連動 他會消耗一張二樓卷 跟一張鑄順 齁 所以這個蠻麻煩的 那要怎麼樣不消耗呢 呃 我們這邊的話再 開一個路徑 那我們這邊一樣是 呃 走在這個舱 這個 朱爐旁邊齁 然後建立一個路徑 好 那我們 用個二好了 我們掛奧二 掛奧二 然後開始移動齁 然後我們直接點這個銅像 中間有個銅像有沒有看到 我先關掉喔 再重來 好那你就在朱爐旁邊 點這個 奧曼之塔移動銅像 點二樓 按完成 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沒有消耗到鑄順 但是你要有捲軸 你還是要有捲軸 那我們就是 用這一個 那迴春的地方記得射雅丁 這樣子 好那我們在這邊測試一次 Check一下 2 那迴春是選雅丁嘛對不對 然後奧塔2 欸這不能選推薦 應該就這樣子啦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按開始 那他一樣會先去那個倉庫 然後再去商店 蠻很快 然後加魔法 然後自己會 跟我們剛剛紀錄的路線嘛 直接飛來奧二 然後呢 我看一下 這邊是沒有消耗到任何鑄順的 喔那 我們剛剛是設定 5秒沒怪飛嘛 然後他就會自己打怪 就是這樣 然後5秒的話他就會自己飛 超過6隻怪以上的話 就會這個瞬移 然後他如果像我設定這邊 呃道具這邊 傳送回家這裡 我是有設定 奧二打到的這些東西 把他熔解掉 不然你身上會很重 這樣子 好那以上那個 PSS的 呃 輔助教學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然後下部影片 見囉 掰掰